BBS 讓你高懂唱歌這件事 大家好,我是吉桑老師 好久不見啦! 這次是我們新的系列的影片的開始 在這個系列裡面 我們特別嚴選了大家可能在課堂當中 或者是網路上面大家常提到或是點到 特別想要學的歌曲 我們針對這些歌曲比較難或是比較複雜的段落 提出來說明、講解 那我們今天要聽的歌曲是 《光澤的空心》這首歌 就讓我們一起來聽吧! 好細緻的聲音喔! 好細緻的聲音喔! 好! 好,好! 好! 好! 我在欲望,面前躲下 我在身躲,後面成長 好,我們先到這邊先聽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光澤在唱第一段主歌的時候 特別是句子和句子,就是句尾的地方 還有字和字中間的連接上面的處理點 其實非常的微妙,特別是長短的地方 他在唱的時候比較不會像是 熱愛成是唯一的信仰 他唱得像是 熱愛成是唯一的信仰 有沒有,他那個句子的短 短得非常恰到好處 所以我們照我們講話的邏輯就有點像是 熱愛成是唯一的信仰 OK,是非常短暫的 這種感覺讓人家聽起來呢 有一種欲言又止,有點壓抑情緒的感覺 甚至到後面的段落 朋友都說 有沒有,他句子和句子的中間 停頓了一下讓大家有些想像的空間 所以大家不妨在唱的時候呢 可以多去思考你的句子的長度 到底要怎麼去演唱 特別是有些可能比較習慣看譜演唱的同學 或是照著譜演唱的同學 常常會忽略這些小細節 他整個風味呢,聽起來就已經是非常不一樣的了 那我們先繼續聽下去 大家聽到這邊是不是就已經快傻眼了 大家聽到這邊是不是就已經快傻眼了 好,我們這邊先停一下 是吧,就是大部分的男生可能聽到這邊 甚至你自己如果試著跟著唱 你唱到這邊很多人應該會覺得快要死掉 因為這首歌的跨度實在是太寬了 尤其很多男生唱到後面也許會失聲 或是唱不出聲音啦 所以假如你有這樣問題的同學呢 你要趕快回到我們之前 很難看見到無 сцен 就是高音的練習的裡面 有個ㄟ,ㄟ,ㄟ這樣的練習 做起來像是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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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est,聲音,ㄟ...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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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Ł�,ㄟ,na,ㄟ,類,ㄟ... 這樣的動作 好,那為什麼要做 ㄟ,ㄟ,ㄟ這樣的練習呢 主要就是ㄟ 這個字會非常容易的 啟動你的身體 也就是深門去阻擋空氣 來產生音高這樣的動作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 wtedy, ooh... 阻擋感呢 帶入歌曲裡面就會像是 終於知道愛都有翅膀 怎麼擁抱它終究要飛翔 情願空心也想被釋放 奈何思念比恨更頑強 這麼一來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達到這樣的音高 那我們先繼續聽下去喔 回到一個蠻細緻的感覺 當我聽說你與他三場三場 浪費回家 那種聲音 那我們待會可以講一下 那是懲罰 我真的唱歌蠻多細節的 好我們先停一下好了 就是我們剛剛在這段第二次的主歌 其實聽起來跟第一次的主歌 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但唯獨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剛剛中間有提到一下 那個抖音 他在當我聽說你跟他三場 狼狽回家帶著傷 那個回家的家的地方 他加了一個 狼狽回家帶著傷 還有包括下面那句的 我的心卻也加了一個抖音 但是這個抖音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仔細聽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抖在那個拍子上 所以假如我們連前面那句一起唱 聽起來就會像是 當我聽說你跟他三場 狼狽回家帶著傷 朋友都說那是懲罰 我的心卻多麼痛啊 OK 所以這個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跟著試試看 那我們就接下去聽第二次的副歌囉 好壓力喔 好壓力喔 好我們這邊先暫停一下 我們剛才第一段其實有大概跟大家說了 用那個ㄟㄟㄟ的那個阻擋感來產生音高 讓你能夠先順利的演唱完這個段落 那我們在這邊跟大家提一下剛剛我們聽到的 那個音色變換的這個事情 那大家有沒有聽到在那個 因為才所以會原諒 他故意有一個會原 做了一個這樣的動作 這是什麼動作呢 其實就是把第一段我們說的那個 ㄟㄟㄟㄟ的那個 ㄟㄟ那個阻擋空氣的動作呢 突然放掉 加上一個嘴巴突然擴大了動作 所以唱起來就有點像是 因為他來所以會原諒 在聽覺上面就會製造一個突兀的效果 這也就是大家俗稱的真音轉甲音 所以假如你之後在演唱上面需要這樣的效果 你就必須刻意練習這樣的動作 好那在後面兩句的地方呢 也就是漆黑空心 也想被釋放的 被釋放 還有奈何思念 比喊更頑強的更頑強的更頑強這六個字呢 就是沿用了前面的動作 只不過差別就在於他的阻擋感 沒有一次放掉這麼多 口腔也沒有擴張的那麼大了 唱起來就會像是 同樣的做法沿用到了下一段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吧 好我們這邊停一下 所以蠻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在演唱這段的時候 嘴巴好像有一個 哇哇哇 這樣的動作 有點像哇這樣的字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把哇帶進去唱 就會像是 無法割舍就別怕感傷 我也嫌我對你才觀察 所以我們可以用哇哇這樣的字呢 代入演唱達到類似的效果 我們進入最後一段囉 就算知道愛頭有嘴巴 還是願意讓你停靠在我肩膀 在我肩膀 你也不用把我倒閉著 把我當成一棵樹梆 OK 好這首歌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嘛 他光澤從一開始的地方 他就用了一個酷的動作 終於知道 愛是願意讓你停靠在我肩膀 一直讓聲門對於空氣的阻擋感 從來沒有減少過 一直延續到整段的結束 所以聲音聽起來是非常凝聚的 他甚至在句尾的地方 他還拉長了將近七到八秒的時間 所以從整個編排來看 其實從頭到尾啊 他的情緒就從一個非常壓抑壓抑壓抑 一直到最後面去釋放了自己的情緒 所以在聽歌的時候 大家不妨多張開耳朵 去注意這些小細節 其實都會聽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甚至也許聽完今天的說明之後 再回去重新聽一次這首歌曲 也會給你一些不一樣的感受 好那我們今天的內容 到這邊就結束囉 假如你有沒有遇到你喜歡的歌曲 或是你怎麼唱都唱不好的歌曲 希望老師來解析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就有可能成為我們下一集的主題唷 假如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分享 假如你有歌唱課程相關的問題 也歡迎聯絡我們的課服 BBS 讓你搞懂唱歌這件事 我們下次見,掰掰